1478的業績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你對比它的型起 型起是會增長一倍 超過一倍 但是你很難預計的 猜到它會增長是140多個percent 其實是比街上預期是好很多 另外就是麻醇好了 這個是一直為人詬病 為什麼二三八二的麻醇是20多個percent 為什麼你只有幾個percent 這個一直都被人在一起砌 但是這次發現到它原來 去年下半年8個percent的麻醇 今年上半年已經12個percent的麻醇 它是代表它們在做什麼呢 做一些好東西 做一些貴的東西 所以麻醇就好了 第三個 我自己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怕它會趁高位批股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它的平衡率 其實就不是太帥氣的 因為它的現金水平不是很多 但是你看它今年上半年那條數呢 經營現金流是有12億的 正12億的 就是突然之間是多了很多的現金 入回來 就是代表它的經營的狀況是好了很多 那會不會批股呢 我又不敢說一定不會 但是那個機會是小了 所以令到很多 就是之前不敢賣的人 今天都撲了進去 是 還有最後一樣就是今早早有兩間行 至少兩間行就出了報告 是看到14個多的 是 第一間是瑞信 看14個6的 第二間是里岳 看14個3的 是 所以這兩間都叫做比較大brand的行 都看好了 還有調升的幅度都不小 找到最後一間的 是 沒有 是 請 這